发生的是在台中市大雅区这边 有一名女子她昨天拿着菜刀来找她的前男友理论 警方和这名女子当街追逐了500公尺 还一度封闭了中青路 最后警方将这名女子逼到一处商店 一边安抚她的情绪 一边派人从后方夺刀 解决了这危险的情况 之后协助这名女子送医 这名疑似和男友姐弟恋分手的37岁女子 在经过了500公尺追逐后 被远警逼进这家商店 与此时菜刀威胁远警不要靠近 警方一边安抚她的情绪 一边派人从后方迂回绕到她的后方 趁着她不注意夺下手中的菜刀 闹事的女子和前男友分手一段时间 双方却又纠缠不清 不是女方到男方住处闹事 就是男方控告女方毁损等罪名 警察已经多次处理他们之间的感情纠纷 没想到中午女子又迟到上门 逼得远警不得不封街压制这名女子 不但浪费了社会资源 当事人自己还得承担公共危险的罪嫌